第三个,竞争压力群,它指的是替代者的威胁 而有关替代品,它不需要提供与现有产品相同的形式 但它同时具备了相同的功能 例如航空公司和租车公司 它可能在短程旅客中有相互替代的效果 而替代者的威胁,我们将是竞争性产品 或服务之相对价格与绩效 以及顾客的替换意愿而定 而且顾客替换的意愿则在于竞争者 以相同的价格来提供相同的产品 如果他不愿意,那基本上顾客替换的意愿相对的就减少